重複 可是我有什麼方法不要讓它重複呢 就是今天要講的自動化部分 也就是說我希望未來可以幫我做出 類似像這邊有 有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做什麼呢 第一個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我就是 將來我希望能夠產生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自動幫我把剛剛那三件事 全部完成 OK 全部完成 那怎麼樣讓它全部完成呢 這邊我按demo給各位看 當然跑很快一下就全部跑完了 這邊自動插入一個 然後這邊自動把跨欄自動取消 這邊又自動加上它的區域名稱 那這樣的話呢當然以後 如果每天都做重複的事情的話 其實就按個按鈕 你就可以往下一步 再來後面我們還希望說 如果那個樞紐分析表 以前我們是要 先切到這裡面 然後再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 去做後續動作 那假如說 這些事情呢 也是一樣 可以按個按鍵呢 就自動完成 那該多好 也就以後 如果你很多事情 反正你就 都重複的 那你就乾脆把它變成 一個 可程式化 的 這個按鈕 然後我把這個demo給各位看 如果第二個按鈕是按下它 叫產品名稱的樞紐 然後按下它 這個時候呢 它會針對產品 名稱去幫我產生一個對應的樞紐分析表 OK 這邊的話就自動產生了 當然只是初步的啦 以後如果要更厲害 你就把它再加一個回圈 或者加一個範圍 讓它自動全部跑完了 比如說你可能要分析的 各個 各個產品 它的細項 各個年份 各個地區 可能你要需要跑很多的報表出來 那當然 你就可以 一個做得出來之後 其他的話你就可以 用那個 回圈的敘述 回圈就是重複做 它會自動幫你把 所有你要指定的範圍 自動就完成了 那當然這部分的話 我們先從 簡單開始 慢慢再加一點複雜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先開啟那個 剛剛講的 通訊產品的這個 範例題 然後稍微 把剛剛講的 那我剛剛這邊還沒做完 就是 做法 所以我們剛剛有三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怎麼樣 第一階段就是 這個 產品名稱 你把它輸入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用那個 查詢函數 我們用那個VIRUS函數 所以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找到VIRUS函數 這個VIRUS函數呢 那查的話當然 我剛剛有提過啦 函數其實它主要就是 你要能夠看懂 它前面這些問題 總共適到問題 然後你給它對的 這個資料 它就給你對的結果 那因為我的目的是希望用VIRUS函數去查什麼 查這個編號 所以你告訴他 第一個問題 他說LucaValue 編號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他說 TableArray TableArray說 那你那個要 查的表在哪裡 查的表剛好在旁邊 在這個範圍 第三個問題說 那你要把 查到的 因為它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查到的 第幾欄幫你帶回來 那因為這個對照表裡面總共兩欄 那我要第2欄的資料 然後呢 第4個問題就比對方式 是 如果你要完全一樣輸入0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輸入1 OK那我們就輸入完畢之後 記得把TableArray 第二個 參數的那個 範圍 記得把它鎖起來 如果你不鎖的話 它那個範圍會因為向下填滿會自動加1 所以我把這邊按F4 不過其實比較標準是按兩下 不過你按一下按兩下其實都可以 也就是把列給鎖起來 然後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點兩下 寬度當然你可以自動拉一下 OK 那這個第1個完成了 第2個部分就是取消 特別是取消那個 這個跨欄之中 那取消方法就是把第2到第20選起來 常用裡面的那個跨欄之中 把它按一下 它就取消掉了 那再來就是說把底下都分別填滿 那填滿的方法記得 你如果這樣直接拉它會自動加1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它加1的話你按Ctrl鍵 然後A3再填滿一個 等於是複製的意思 然後這邊A4也是一樣 填滿 然後這邊填滿 Ctrl鍵按住就對了 填滿 然後呢再來區域 這個你可以把它再置中 我這個有沒有置中 無所謂 再來的話就區域幫我查過來 那查的方法一樣按照編號去查 那我的 要查的編號在這邊 要查的對照表在這邊 所以一樣用那個剛剛講過的V2函數 查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檢視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那個V2函數 在這裡 不過如果你剛剛有用過的 那你其實可以用最近使用過 這邊有最近使用過的 類別 OK 那第一個就是 一樣 你要他也是要問你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你要 第一個問題你要查什麼編號 這個編號 你要去哪邊查 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 這個範圍 總共的話有四區 然後把這個多選 再選一次 1234 然後你要第幾欄的資料 我要第2欄 這個colum col是colum indate number是第幾欄的意思 那 是針對這個範圍的第幾欄 你就是你table array的第幾欄 然後 比對方是一樣是0 記得把那個 L2到M5 按一個F4 我喜歡按兩下 按兩下的話只要鎖列 因為 比較標準 你鎖籃沒有1 因為鎖籃是向右才會 自動加1 那鎖列的話 就是 只會針對你向下 因為向下拉它的規則一定會幫你加1 加1列 那如果你不把它鎖起來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 L2就變L3 M5就變M6 那不對 範圍就跑掉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然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把它一樣向下填滿 但是這個動作 我們剛剛主要是三個步驟 一 是 增加產品 二是區域編號 把它 取消跨欄之中 並且填滿 3就是 區域一樣在幫我查過來 有三個步驟 那未來如果說 你希望怎麼樣 如果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的話 是不是可以 不要每天重複做 就把它變成我剛剛講的 一個按鈕就自動出現 然後呢自動幫我按下它 那這個事情呢 全部就完成了 這樣會是更好的 這樣按下它 自動完成 如果你要自動完成 這邊你恐怕 第一個要不就寫程式啦 不過我發現 你要寫程式可能還有點遙遠 那怎麼辦呢 用另外一個方法 聚齊 不過錄製聚齊 其實 就是你不會寫程式 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至少你剛剛做動作錄下來 然後它會告訴你那個程式怎麼寫 那以後的話你可以慢慢看 看久了會了之後 你就可以動手自己寫 最好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就 都是自己寫 每一個每一個每個都自己寫 寫完之後以後就 一鍵按下去就OK了 以後的話呢 就自動全部就搞定了 那但是呢 如果以你們現在 我不確定 因為這還是進階班 也不算高階班 所以呢 我們還是階段性的 假如你們 基本上沒有 那個底子 或者即便你有底子 你對於那個 你只有裡面的程式 不熟的話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錄製聚集 那可是錄製聚集 有什麼樣的訣竅 還有呢 要怎麼樣做 可以 自動每一個工作都可以讓你 變成按鈕 以後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只要每天重複的 事情 你都有必要 去把它變成 可程式化 讓它自動去幫你完成 然後呢 初步的目標是說 每一個每一個先把他的點 每一個每一個問題的點都抓出來 慢慢再連成線 慢慢再把這個面 全部都完成之後以後 你就可以做 非常 大量的自動化 不過初步還是先從 解決個別問題開始 所以待會請各位 可以想想看 也許你們一次野心不要太大 就是說第一個 你們如果要錄製聚集之前 先彩排一下 因為如果等一下錄製的話呢 他就是不能NG了 也就是說你做完的事情 他就 沒辦法回頭了